1982年4月26日 在韩国庆上南道一宁郡 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屠杀事件 一名凶手持枪 在短短8个小时内血洗5个村庄 共造成近百人伤亡 这是韩国近代史上 已知最严重的个人杀戮行为 如此恶劣的案件 本该引起全民的广泛关注 但由于新闻报道避重就轻 再加上当时的韩国高层腐败 各地方游行抗议不断 导致新闻发布后 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 可随着后续的相继报道 许多细节被一一爆出 人们发现这起案件的起因和经过 更值得深思 因为凶手有一个极为特殊的身份 他就是案发当地的一名巡警 宇范坤 而起因竟然是因为一只苍蝇 宇范坤1955年2月24日 出生在韩国釜山市东区草良栋 与大部分孩子一样 宇范坤也有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 他从小就梦想成为像父亲那样正义勇敢的警察 进入青春期以后 宇范坤的性格有所转变 原本性格内向的他开始变得叛逆好动 对学业也失去了兴趣 至于逃课打架更是家常便饭 就在读高三这一年 宇范坤的人生遭遇了重大变故 在警队里有晋升资格的父亲突然因病去世 这对宇范坤的内心和家庭的打击是无比巨大的 从此 宇范坤的人生开始变得极端和撕裂 一方面 他无法接受父亲突然去世的事实 而另一方面 则更加坚定了他要接替父亲成为警察的遗愿 父亲去世以后 宇范坤变得更加堕落了 性格越来越叛逆 脾气也更加暴躁 甚至发起火来连自己都打 而且还出现过多次自残行为 虽然宇范坤在母亲的帮助下进入了大学 可按照这样叛逆的趋势发展下去 他早晚会和大部分问题少年一样 被送进看守所劳教 就在这个时候 韩国的兵役制度拯救了宇范坤 因为当时南美关系紧张 为保证国内局势稳定 韩国政府需要招募大量的军力警力维持秩序 因此在韩国 服兵役也成了大多数成年男子的选择 所以还没等大学毕业 宇范坤就报名参军 进入了韩国的海军陆战队 与学校那种安静 看中学习成绩的氛围相比 海军陆战队的环境 对宇范坤来说可谓是如鱼得水 当时的军队不在乎考试成绩 只看中技战力和体能 所以身体素质极佳的宇范坤 在这里备受器重 而且受父亲的影响 宇范坤枪法极佳 是新兵营里唯一的神枪手 深得长官的喜爱 从海军陆战队退伍以后 宇范坤的职业生涯迎来了高光时刻 老领导将他推荐到了 青马台总统府的101警卫团 作为神枪手的宇范坤 顺利进入了青马台 成为一名安全警卫员 要知道 在青马台工作 可是一件光宗要组的事情 是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敢奢望的工作 可是性格叛逆 脾气暴躁的宇范坤 偏偏不知道珍惜这个宝贵的机会 进入青马台以后 他经常酗酒闹事 与同事发生矛盾 还不听上司的训诫 同事们给他写了个绰号 叫疯狂老虎 结果在青马台警卫团任职 还不到八个月 宇范坤就被开除了 1978年末 被开除的宇范坤 来到了汉城警察厅担任一名警员 不久 他又调往了青上南道 移民郡警察局做巡警工作 从青马台的警卫员 到偏远山区的巡警 宇范坤的人生轨迹 就像过山车一样 从天堂直接跌入地狱 此时的宇范坤 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种种缺点 他开始收敛脾气 认真工作 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再次回到大城市 来到山村以后 宇范坤的内心 产生了巨大的落差感 回想从前 在青马台工作 算得上是药物扬威 而如今只能屈身于荒野山村 当一名毫不起眼的巡警 周围的同事 都是一些快要退休的老警察 每天不仅无精打采 而且连配墙和钥匙 都会随手乱扔 在山村工作期间 宇范坤交往了一个女朋友 可这并不是宇范坤幸福的开端 而是悲剧的开始 相处不久 宇范坤就住在了女友的家中 因为偏远山村的保守思想 所以情侣一旦同居 就必须结婚 可一想到结婚 宇范坤又犯难了 虽然他已经痛改前非 下定决心努力赚钱 好好工作 但宇范坤并没有改掉酗酒的毛病 每个月领到的工资 全都用来买酒了 根本就没有钱买房子 筹备婚礼 所以宇范坤一直以攒钱 为由推迟结婚 而实际上 宇范坤不但没有攒钱 还经常让女友 向她的父母要钱 给自己买酒喝 因此 经济不佳的宇范坤 只好寄宿在女友家里 活在女友一家人的鄙视中 两个人经常因琐事吵架 久而久之 宇范坤变得越来越自卑和敏感 他就像炸药桶一样 随时可能引爆 直到有一天 一只苍蝇的出现 激怒了宇范坤 1982年4月26日 这一天轮到宇范坤之夜班巡逻 为了保持精力 他准备吃完午饭后回家睡一觉 当宇范坤熟睡时 女友突然打了他一巴掌 宇范坤瞬间从梦中惊醒 满眼怒火地盯着女友 见宇范坤醒来 女友连忙解释道 刚才有一只苍蝇落在你身上 我想把他拍死 可让女友没有想到的是 就这一巴掌 让压抑已久的宇范坤爆发了 宇范坤大发雷霆 冲着女友大喊 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出现 居然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 随后二人又是大吵一架 宇范坤摔门而去 跑到酒吧去买醉 喝酒时 宇范坤越想越气 他满脑子都是仇恨 晚上七点左右 烂醉如泥的宇范坤 再次返回家中和女友争论 并将女友 以及前来劝架的 女友的姐姐一通暴打 声嘶力竭的怒骂声和哀嚎声 惊动了周围的邻居 大家都赶过来好言相劝 可这样的举动 在宇范坤眼里 却视为更大的耻辱 他推开人群冲出家门 临走时还不忘咒骂这些邻居 大声喊着 我要杀光你们 杀光你们 本来就是拍死一只苍蝇这样一个小小的误会 可他就像蝴蝶效应一样 将宇范坤内心长期积压的怒火 彻底迸发出来了 晚上九点半 宇范坤来到警局 从枪切室里拿走两只卡宾枪 180发子弹和七枚手榴弹 并切断了值班室的电话线 淡定地走出了警局 九点四十分左右 全副武装的宇范坤朝着邮局方向走去 他准备切断宇宁郡所有的电话线路 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准备 因为当时 打电话需要邮局的转接员进行中转 所以为了防止有人报警 宇范坤打算先杀光邮局内的所有人 就在去邮局的路上 他遇到了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 这名男子只是一个路人 和宇范坤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 可宇范坤想都没想 直接开枪将其射杀 此时眼睛里一片血红的宇范坤 冷冷地看着躺在地上的男子 一场杀戮即将开始 随后 宇范坤又开枪射杀了四名路人 并向路边一家正在营业的超市扔了两枚手榴弹 当晚九点四十五分 宇范坤抵达邮局 在枪杀了三名女接线员和一名男工作人员后 宇范坤切断了庆上南道移民郡的所有电话线路 虽然已经杀了这么多人 很多村民也听到了枪声和爆炸声 可让宇范坤意想不到的是 村民们并没有怀疑这是宇范坤干的 在村民的眼里 这是一位工作认真 受人尊敬的警察 晚上十点左右 宇范坤回到了女友家里 当他听到前来劝架的邻居们还在安慰女朋友时 一脚踢开房门 直接乱枪扫射 五个人被当场打死 宇范坤的女朋友身受重伤 被送往医院五天后不治身亡 虽然大仇已爆 但此时已经杀红眼的宇范坤 并没有停下作恶的脚步 他转头奔向另一个村庄 又射杀了七名无辜村民 晚上十点五十分左右 宇范坤来到了第三个村庄 这里住着一位与他相识多年的好友 于是 宇范坤借着叙旧的由头 与对方喝酒聊天 然而 仅仅过了十分钟 这个杀人恶魔就端起枪 射杀了自己的老朋友 随后 他跑出屋子 朝里面扔了一枚手榴弹 又在村庄里无差别射杀了十八名村民 紧接着 宇范坤来到了第四个村庄 尽管这里的村民已经听到了不远处传来的枪声 但对于正在发生的惨剧细节 他们却一无所知 甚至当看到穿着警服 拿着枪的宇范坤时 还本能地上前询问情况 宇范坤顺水推舟 谎称自己正在追捕一名来自北韩的间谍 而在此期间 有两名幸存者尝试去报警 可遗憾的是 接警人员竟然以天太黑为由 拒绝了村民的帮助 直到报警人数越来越多 警方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随后 警方出动了三十名鹤枪实弹的警察 在事发村口蹲守 正常来讲 警察人数占优 完全可以直接逮捕或击毙宇范坤 但当他们得知宇范坤枪法精准 双枪在手 还配有手榴弹时 立即改变了作战方案 三十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 只是埋伏在村外 守株待兔 听到村里传来此起彼伏的惨叫声和枪声 依然没有任何行动 直到四月二十七日 也就是案发第二天凌晨五点半 警方才将宇范坤围堵在第五个村庄内 最终 走投无路的宇范坤 带着四名人质登上了一座大山 宇范坤很清楚 自己的行为已知最无可赦 但他并没有放过人质 而是选择拉响了手中的手榴弹 与四名人质同归于尽 这起惨案共造成60亿人死亡 33人受伤 是韩国近代最恶劣的个人杀戮行为 惨案发生以后 韩国民众陷入了巨大的恐惧和不解中 他们纷纷走上街头 要求严查相关负责人 韩国高层迫遇压力 下令封锁媒体 不得对案件进行报道 可还是有不少媒体 公布了凶手与范坤 曾在青瓦台工作的部分细节 后来 逐渐了解真相的韩国国民 把对警方的不满 引发到了对韩国高层的追责上 民众强烈要求总统全斗焕和国务总理下台 最后迫遇压力 时任内务部部长徐廷何辞职 由卢泰鱼继任 而卢泰鱼也成了后来韩国的第13任总统 1982年5月1日 也就是案发后的第五天 釜山检察院国家赔偿委员会 为每个死者家属提供了1900万韩元的赔偿金 但赔偿和免值依然无法安抚民众 于是韩国高层又下令整顿警风警记 并紧急签署了一项103亿韩元的长期发展计划 其中就包括案发当地的道路维修和水坝建设 但无论有多少人引救辞职 向民众赔偿多少钱 这61条鲜活的生命都无法死而复生 这起案件表面上看是因为一只苍蝇引起的 而实际上却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凶手的性格息息相关 与范鲼是在军政府统治时期长大的 虽然当时经济有所增长 但贫富差距巨大 民众抗议不断 为了加强管控 韩国政府不得不招募大量警察维持秩序 因此在进行警察选拔的时候 只要不考零分 基本都能入选 所以当时的警察队伍鱼龙混杂 而在这样规则混乱 崇尚暴力的环境下 与范鲼身上那种阴暗 极端的性格缺陷 不但不能及时纠正 反而会不断扩大 他就像一头野蛮生长的洪水猛兽 早晚会给周围的人带来灾难 可以说与范鲼的悲剧 既有时代的因素 也有自身的原因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